大陆日系车厂逐渐抛开了钓鱼台事件的冲击 业绩已经快速回温 日车表示转投资的大陆东风日产汽车 今年的业绩明显复苏 上半年获利贡献有机会超过一个资本额 法人则是看好东风日产下半年的营运 会明显比上半年还要好 所以对于日车的获利贡献将会同步成长